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经验亮相DNF,5月21日带800W勇士回阿拉德大陆。 800万勇士回归,521,真的能打。 距离地下城与勇士,起源简称DNF手游,全平台上线还剩下两天。 游戏正式上线前,一大波奖励丰厚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启,预创脚和抢注ID也将在明日率先于官网和DNF助手开放。 除此之外,备受瞩目的超能打直播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让DNF手游持续霸占着近期大众的关注点。 今日随着游戏最新宣传片的发布,各方的期待值又一次攀上新巅峰。 游戏代言人迪丽热巴亲身上阵带来干净利落的动作戏,一个漂亮的踢腿杀更是让人不禁探服真的能打。 此前DNF手游关宣游戏代言人为迪丽热巴的同时,便抢先发布了预告片,视频中迪丽热巴梳着高马尾,穿短裤。 酷萨的表情,加上干净利落的动作戏,妥妥的就是女战士本人了。 今日,在各方的翘首以盼下,完整宣传片终于揭晓。 宣传片中最吸睛的肯定是迪丽热巴的盛世美颜,出色的武打技巧和伸手引人注目。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和彩蛋,值得大家发觉。 比如场景是一节科幻感十足的列车车厢,篇尾一句道战,阿拉德。 直接对应上了DNF首游5月21日的正式上线。 还有出场的人物邀请的是资深DNF玩家。 与似乎是不经意做错车厢的迪丽热巴,是不是让你有种新老玩家同聚一堂,一起奔赴阿拉德的感觉。 众所周知,DNF给玩家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游戏中特色各异的职业,每个技能动作的节奏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能够给玩家带来超强打击感。 在视频中同样可以体验到这样的格斗魅力,参演的玩家演员与迪利热巴一起,贡献了一段高燃团占名场面,高度还原游戏内各职业相应的技能,真,拳拳到肉的爽快打击感,绝对让你看得过瘾。 迪利热巴从出道到现在都伴随着一个词,那就是神言。 此番担任DNF手游品牌代言人,也被外界认为是适配度极高。 网友们对游戏的讨论都更加高涨了,纷纷表示要在第一时间去游戏中和迪利热巴尔玉。 官宣代言人之后,各方对于这场强强联合表达了强烈期待,希望能够有更多合作内容的产出。 相信DNF手游也是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据说双方将围绕着展开一系列的联动。 除了宣传片之外,后续也会有更多惊喜呈现,一起拭目以待吧。 在等待DNF手游正式上线的同时,游戏还特地打造了超超超能打直播周,5月17日22日,每日12点至24点。 超多精彩直播持续放送,重磅明星艺人齐聚,迎接勇士回家。 超能打直播周期间,每天20点黄金档还将接力开播特别节目。 每晚一期,七期精彩。其中已经播出两期节目超享受,共创音乐电台由全球知名音乐团队与嘉宾操刀制作。 展现经典OST全新风格化演绎超走心,DNF老友记唱聊主播与玩家们的情怀记忆。 以故事纪录片的形式,诠释多年来的坚守与热爱。 而在今晚20点黄金档,将在DNF手游官方视频号独家首播超经典,DNF时光音乐会。 届时将会有光良、李久哲、胡夏、郭靖、温蓝、南征北战、戴佩妮、Tank、逃跑计划、 梁欣怡等众多知名歌手接力登场。携手演绎《流金岁月》中极具时代记忆的经典歌曲, 陪伴勇士们众回2008年风起之时。 再之后还有三期黄金档节目,分别是超惊喜、能打之约发布会, 为玩家们准备了产品、生态、与赛事三大计划的最新资讯。 并邀请多位神秘嘉宾带来惊喜首秀《超游梗》, 勇士冒险团将以游戏综艺的形式展现五大角色的职业魅力和上手教学。 以及超能打,全国格斗大赛先锋季, 会邀请到职业选手与主播加盟全国格斗大赛, 并带来精彩PK与娱乐玩法。 精彩不容错过,观看直播还有开播福利等你来赢取。 5月21日,万众期待的DNF手游就将正式上线, 迪丽热巴邀请800万勇士一起回家。 DNF手游继承了2D横板过关格斗游戏的特色, 五大初始角色职业及九大转职代觉醒, 上百套技能和装备组合。 爽快格斗一触即发。 此外,熟悉的深渊、史诗、多人副本等待着勇士们的挑战。 迪丽热巴经验亮相DNF, 5月21日带800W勇士回阿拉德大陆。